而淡水区长屋中仁为了要在过年前慰问辛苦的守望相助队员 昨天晚上第一站就到了竹尾民生里 来与守望相助队还有里长一起共餐并且发送慰问金红包 而民生里长更准备了一人一颗的大苹果要给每一位队员 农历新年将近 今年的春节连续假期将会有九天廉假 不少民众都会安排出国旅游 但是住家安全就成了相当重要的课题 除了警分局会加强巡逻之外 社区当中的守望相助队更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淡水区长为了要在年节前慰问这些辛苦的队员 昨天晚上第一站就到了竹尾民生里 来与守望相助队还有队长也就是里长一起来共餐 并且发送红包 淡水区公所的业务最主要是推动淡水区内的路坪 灯亮水沟通环境清洁社区安宁 巡选队伙伴最主要就是协助我们分局来 顾到我们地方的社区安宁治安 那这边我们代表我们淡水区公所来 感谢我们巡选队伙伴对地方资安的付出 代表新北市政府赠送红包来感谢他们 也祝他们新的一年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我们继续来为守护淡水而努力 区长表示守望相助队能够配合警分局进行社区寻守 防范窃贼入侵住家也是警方相当大的帮手 在淡水区共有21个社区守望相助队 而在区长昨天晚上就走访这些队员 并且送给493位的寻守员慰问金红包 而民生里长说相当感谢区长的关心 也身为里长的他更自己准备了一人一颗的大苹果 给每一位的寻守队员 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寻守队员 常年的辛苦每天的寻守 那让我们的里更安全 让我们的地方都不用担心说会有小偷啊 那今天我也送大家我们寻守队员一人一颗苹果 代表他们平平安安未来圆圆满满 里长说非常感谢寻守队在过去长期的维护社区安全 而这一次里长也是守望相助队的一份子 更准备了一大箱的苹果要送给每一位队员 并且祝他们可以平平安安 也希望可以带给社区更安全的居住环境 记得许多安一 但是参访不到